我因为有了逃脱的把握 所以心情也轻松了起来 心中暗存 不知道为什么 在惊险侦探小说中 美丽的女子 总和手枪有着不可分隔的关系 如今才知道事实上 的确有这样的情形 我计划得很好 如果不是那一阵惊心动魄的门铃声 五秒钟之后 我已经可以置身地窖至终 从后门逃出去了 那一阵电铃声 使得我和那女子都停了下来 那女子一侧身便到了门后 沈声道 要知道 我仍然在你的背后 别动 我心中不禁暗暗叫苦 因为这一次在暗门铃的 一定是张小圈了 我只得呆呆地站着不动 老蔡走到了门前 将门打开来 张小圈几乎是冲了进来 我连忙道 张小姐 张小圈抬起头来 面上满是怒龙地望着我 道 好好 她一连说了两个好字 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便登登登地走了上来 我身后的那个女子道 请她进来 不要让她知道在你身后有人 在那片刻之间 我也没有擅策 只得眼看张小圈来到了我的面前 张小圈在我面前站定 双手插腰 叫道 卫斯里 我应道 有 张小圈 横地一声 道 我问你 你为什么派人将我压了起来 我不禁一愣 道 小姐 这话从何说起 张小圈冷笑道 若不是你做的好事 何以你在我失踪期间 敢以如此肯定 必向我父亲保证 我能够安全归来 我连忙道 张小姐 这事情说来话长 你还是快回去吧 再迟 便要有麻烦了 张小圈面色一沉 道 我不走 我要你承认 一切坏事 全是你的主使 我大声道 你在在这如理取闹 我可不客气了 滚 我一面说 一面手向楼梯下一指 我只求张小姐快快离去 免遭毒手 至于会不会因此而得罪她 那我却也顾不得了 张小圈冷笑了一声 道 你这个无赖 她骂了我一句 顿了一顿 胸口急速地起伏着 显得她的心中十分愤怒 我相信 她骂我是 无赖 可能是她一生之中 所说最粗暴的话了 我相信她不肯不想 在这其他选择 我相信她无赖 我相信她不想 我相信她是 因为她的肯定